好的好朋友以及主内的弟兄姊妹大家品牌 我们在座丛与爱无心理的 我们在这外交部的朋友们在这品牌 感谢神今天是我们内力教会 第三晚的布道会 感谢神今天是我们来的教会第三晚的布道会 我们仍然要请我们李传道来为我们布道 我们今天要请我们李传道来为我们布道 今天他要跟我们布道的主题是 是要跟我们谈真自由 今天他要跟我们布道的主题是要跟我们谈真自由 我们要如何得到真自由呢 我们要终于你的这份真自由呢 就让我们的传道来告诉大家 让传道人来跟我们讲 希望我们能够有一颗安静的心来聆听 希望我们能够知道有一个安静的心来聆听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传道 我们能够知道李传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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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有的木道朋友以及内力教会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谢天母真神的带领 看过我们 看过我们的小夫让我们今晚仍然来到了会堂 来临天 看下是要带到我们天国的福音 来临天 神要传给我们的天国福音 这是这里的佛教授姓名来敬得 此时小弟奉绝圣灵来正道 感谢神 道的圣灵 客的圣灵 所以要来感慨真自由 感谢神 借着圣灵小弟要来讲解真自由 自由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 自由对这个世界来说 对我们台湾有2,300万的人 对台湾2,300万的人 我们感受到世界上比我们更不自由 我们感受到世界上很多角落 比我们更加不自由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比别人享有更多自由的空间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比别人享有更多自由的空间 先一段时间去看我们台湾的佛教 可以出去的国家 先一阵子小弟子看台湾护照可以出去的国家 我们在世界上可以排名到23、24名左右 我们在全世界排行大约是23到24名左右 差不多有100 我基本上差不多有130多个国家 我若没有记错 大概超过130几个国家 我们可以自由地和他们交往而出入 我们可以自由地和他们交往而出入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可以走到 但是相对的在世界上的其他角落来说 但是相对的在世界上的其他角落来说 要认罚自由、要知道自由这两个字 要了解认识自由这两个字 很困难 对圣经来看 从圣经来看 要认罚自由 还有另外一个层次 认识自由还有另外一个层次 除了我们世界上看到的就是 我们生活、行动、主性非常自由 除了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生活、行动、思想上可以自由之外 在圣经里面谈的自由和我们所想的稍有不同 我们就会看《欲喊福音》第八章 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还有《欲喊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 《欲喊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也有说对信义的犹太人说 你们如果拥拥着去外道 就真是外问的 你们得知道的尽力 尽力 得给你们一一处 所以最细节观看 小力详细观看 耶稣对着相信他的犹太人来说 耶稣对着相信他的犹太人这么说 耶稣我相信他是人类的救主 耶稣相信他是人类的救主 他对着三信义的人 这些人不一样 他对相信他的人来说是不一样的 这些相信义的犹太人 他们可以先离开本来的宗教 来听耶稣说话 这些相信他的犹太人 可以先离开原本的宗教 来听耶稣说话 详细听耶稣说什么 详细听耶稣要说什么 因为他开始发现 对耶稣所教用的一种相性的心 因为他产生对耶稣所说的话 有个相信的心 那我这些相性的心 耶稣先推出 有这个相信的心之后 耶稣先提醒他 提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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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他们去遵守耶稣所说的道理 可以成为真门徒 耶稣做什么 门徒就去做什么 耶稣做什么门徒 就跟着做 成为真门徒之后 他才能知到真理 知道真理之后才能得到自由 意思是说你没有成为门徒 要知道真理就困难 知道真理困难 有状态 他好像不懂自己 在自由当中有时候迷失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 自由常常是和努力制度有关 这个人如果想到努力制度有那么多 一个人受到努力制度的挟制 他就想要自由 因为他觉得在这个 所有人都太厉害了 因为他觉得在这样的速度中太痛苦了 那来画路德纪 我们来看路德纪 路德纪 路德纪的第1集 路德纪第1集 路德纪第1集 路得纪第第1集 第2集 路德纪第第1集 路德纪第第1集 負責計第一章二十二十二十 如果你跟她的媳婦模樣努主露得 從我地回來到努力圈 真是當初我大月的時候 二十一十 二章一節 如果你中夫一臨美麗情仲中 有一個人名叫我書 是一個大財主 模樣努主露得 對那麽說 用我奉才敢去 我忘了這些人的悅音 等於這些人的信號 跳出北水 那麽說 努力啊 你此關去 我們要前兩位 我們都說到 有關哪兒美和露點的內心 我們在前兩晚都談到有關哪兒美和路德的事 竟然也要用佛林的角度來修行這個內心 今晚還要用佛林的角度來思考這件事 當時他們聽到哪兒美這個佛婆她的故鄉有修歌大賣 修歌大賣 修歌大賣的消息他們聽到 咦 他們慢慢的前線回來 咦 那時候他回到哪兒美 他們聽到這個消息後慢慢先移回來 那個時候正在割大賣 這標示 去到那個地方 有可能一定不是 這表示 隧道那個地方 可能會得到糧食 也可以得到神賜賜給這塊地 他們的人民共同享用的 食物 小弟在台東 台東的生活 很薄手 很嚴重 台東的生活 相當的減幅 台風來的時候 大家一起挨餓 因為東西都被吹走了 風台不來的時候 台風扭來的時候 大家一起收成都很好 所以大家都吃得很高興 所以大家都吃得很高興 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在這個過程中 你會發現 你要做 你要吃東西 都要看天 你會發現 你要耕種 你要飲食 都要看天 所以在這個地方 很多人 他得到吃米 所以在這地生存的人 他得著糧食 他想要去感謝天 他想要謝天 所以這麼多 這個 原來 哪有意 他共同的人 他們會用感謝的心 來受過這個大賣 所以哪有意 互相的人 會以感謝的心 來收割大賣 當哪有意 帶著路德 路德 他是一個摩押人 當哪有意 帶著路德 路德他是個摩押人 哪有意本身是猶太人 哪有意本身是猶太人 到了這個所在的時候 一個摩押人 他基本上興奮 就要去民洞 一個摩押人到這個地方 基本上身份 就不被認同 所以他要做什麼事情 說起來都很困難 所以他要做什麼事 說起來都很困難 在那裡中的 就這樣說 在二章第二節這麼說到 一 憲經書 摩押女子 路德 聖經寫到摩押女子路德 特別強調他的身份 是摩押的女子 特別強調他的身份 是摩押女子 他和這塊地 是無關的人 他的這塊地 是沒有瓜葛的人 但是啊 他為著愛他的大家 但是他因著愛他的婆婆 因著愛他的大家 來犧牲自己的幸福 他因為愛他的婆婆 犧牲自己的幸福 犧牲的幸福 就是他自己想辦法去找的 還是人家來給 犧牲的幸福 就是他必須自己 找另外一個先生來教 他就當成自己不嫁了 現在請跟隨婆婆 到了這個地方 他又感受到婆婆年紀老邁了 他又感受到婆婆年紀老邁了 他做年輕人 他要去打招 因為年輕人 他一定要出去打招 所以啊 他跟大家說一個要求 所以他對婆婆有一個請求 說起來這個要求很猛 這個要求相當冒險 就是他說 我哪 替到什麼人的印點 沒有什麼人的印點 我去那裡找不到 找看看 他說我若蒙誰的恩 我就去那裡撿賣穗看看 他得到什麼人的印點 要看人的認識就對了 要得誰的恩點 就是要看人的臉色 那如果去賣個問題 取消個問題 我們若只能去賣東西 推銷東西 你遇到別人要看他的認識做事情 你遇到別人要看他的臉色 辦事實 這麼多人 遇到這種 我們就開始退後了 沒想要做這種事情 很多人遇到這樣的事 就會卻不不想做這樣的事 因為這在人這個環境中 會給大家參選很大的壓力 因為這在人際互動中 會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路得人他拿出這個要求 路得提出這樣的要求 這個要求是為兩個人的三餐著想 這樣的要求是為兩個人的三餐著想 他不得已說 我來試試看 他不得已的說 我來試試看 他去寫 要做事情 不一定要請示打架 其實他做事情 不一定要請示婆婆 我們這個年輕人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有時候要做事情 也不一定要請示打架 有時候要做事 也未必會請示長輩 什麼樣的事情 你會去請示你的長輩 什麼樣的事 你會請示你的長輩呢 你覺得這件事 非常重要 你覺得這件事 相當重要嗎 要去工作 要去賺花錢 要去賺一點錢 有的人也未必會去問你的長輩 但是他愛他的長輩 路德愛拿爾米 路德愛拿爾米 他牽絲這個拿爾米說 我來這裡 這樣做好嗎 他請示拿爾米 我來這裡這樣做好嗎 拿爾米說 嫂子 你只管去 拿爾米說 女兒你請管去吧 所以 路德 他在那個工作的地方 有中壞的困難 所以路德在工作上 得到長輩的肯定 中壞的困難 長輩肯定之後 隨時而來的是長輩的期待 所以他就打命去做 所以他就努力去做 他每次動這什麼樣的來 他將自己當成什麼樣的人呢 我們來看第六節 我們來看第六節 第六節 這是大地主波阿斯的福人隊 波阿斯的福人 因為莫蘇看到一個七分人在他的參加在聖遺書 因為莫蘇忘見一個陌生人在他的田間拾取賣穗 他就來問看他的博人說 這個人他是怎樣的 他就來問他的仆人這個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我們如果詳細看這個博人說 他從才到如今 才到如今經常在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詳細看他的博人說 他從早到如今藏在這裡 有人說一看博阿蘇的博人 正會過著博人的生活 也就是說他和博阿蘇的博人一起過著博人的生活 博人的生活不輕鬆 今天想不到那裡主人就要給你調情 今天收取不夠主人就要有所要求 工作不認真主人就在這邊 工作不認真主人就有責備 所以做一個博人的人 所以身為一個博人 你都要看主人的面線 你都要看主人的臉色 但是路德他不是博人 但是路德他並非博人 他是什麼樣的人 他是什麼樣的人呢 他自己說 來看第十節 我們來看第十節他自己說的 第十節路德就拍好 他在這裡靠北對說 我其實是外方人 所以可以問你 這麼說話 這麼說 這裡怎麼說到 路德大大的總作 比這個博人更不如 路德把自己當成比徒人還不如 比心